不要说了都知道了是吧 好的好的那我就不说了 你们都知道的话家人们 虽然这次的话家人们 你们就不要当瞎子了 我觉得这会儿我的心 都已经放下来的感觉了 因为我觉得我表哥来了的话 我什么都不要担心了真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帮不好的家人们 他没有什么事情 只要他能他能来的话 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帮不好的 不要怕好的好的我不怕了 现在一方面有我叔叔 在一方面有我表哥 在我就不要怕了家人们 妈子 跟你说个事情 跟你说个事情 叔叔阿姨 叔叔阿姨 我刚刚联系了一下 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 那个新赵的跑了 跑了 跑了 跑到哪里去了 刚刚万总可能还没了解清楚 我不知道这上面能不能讲 能讲吗 这个讲吗 跑到哪里去了 已经驾行了 跑到你们说的那个叫什么 没什么什么什么 你们听懂了吗 哦 我知道了 连夜跑的 连夜跑的 那怎么办 我在想他为什么要他为什么要跑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就就那个地方我不能讲好吗 我唯一在这里堵着他他就会出来呢 嗯没用的我跟你讲没用的啊 没用的 但是这个地方你也不能离开 不能离开 我来想办法啊 还能想有办法吗 我们这样他都走了 这样说吧 如果他不走 也许我还很难弄清楚 走了反而是一件好事情 我们要逆向思维换位思考一下 来叔叔阿姨们 你们想一下他为什么要跑 啊 为什么要跑 你们知道吗 知道的 知道的 打出来好不好 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但我想看一下叔叔阿姨们 你们知不知道啊 知道是吧 这样吧 我来分析一下你知道吗 用我的一个阅历 我来分析他为什么要走 嗯 首先他知道我来了 知道吗 因为他应该是知道我的 我叫沈飞 他应该知道的 他不可能不知道 这是第一 这是其一 其二 他做的这个事情是不合规的 懂我意思吧 他要规避 就目前来讲 他做的是不合规的 也就是说 如果他不走 反而 对不对 我们还没法去定论 但他现在走了 说明什么呢 对不对 对 这是第二 第三 我虽然没有说给他打过招面 我通过他这个行为 我可以分析的出来 第三 他想把你拖垮 他真的有这样子想法是吧 难受了 太过分了 他怎么样去拖垮了 你那些事情如果得不到解决 你见不他人 是不是得不到一个结果 对 那你所面临的这些问题 它始终都是问题 嗯 这就是想把你拖垮 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 知道吗 你还太年轻了 知道吗 而且 我跟你讲 还有一个原因 第四 我想他应该 不仅仅是你这一边 他应该也在躲其他的 懂意思吧 叔叔阿姨你们懂吗 他可能也在躲其他的事情 如果他仅仅是阿子的话 我相信他不会走 懂意思吧 这个事情说到底 没那么严重 他肯定有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这一条脉络 去把它理清楚 这就是我说的 他在这里 我还没想到这一点 他不在 太厉害了 真的 对不对 家人们 对的给我扣过一好不好 你们认为我说的对不对 可能阿子想不到这一点 但我想叔叔阿姨们 你们都是经历过打风大大的 你们认为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他真的玩大了 我跟你说 任何事情 对吧 我们说的 一眼过流声 人过流迷 都有痕迹的 那就是 对不对 都有痕迹的 那他不在 我反而好 好做一些 对不对 有一句话讲的好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对 以为很多人做了不好 都想往那里走 你开什么玩笑 现在是什么社会 现在我们强大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就这几点 所以说他离开 目前这个事情 不一定是坏事情 所以我们任何时候 不要 不要着急 你知道吗 不要着急 你不要说 我给告诉你这个消息之后 你认为这个事情 没法解决 对 我觉得 我来想的话 我觉得他跑了就慌了 没地方找了 我感觉 放心 不会的 你知道吗 任何事情温将 这样说吧 都阻挡不了 正义的存在 对不对 现在是什么社会 再高的山 你都不可能阻挡得了 河流的流动 这是定律 你因为表哥讲的 对不对 对 所以我来了 你就不用担心 知道吧 你不用担心 现在是春天 咱就不要想过去的事情了 我们现在向前面去看 有我在 你不用担心 好不好 还担心吗 帅哥姐吗 表哥来了 你们还担心吗 你们就不要担心 现在表哥在这里 表哥说了有办法的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就是 你现在已经好多了 就是一定要开心起来 知道吗 如果你不开心 你难过 你反而让别人 想看到这种情况 咱们所有人都要表现出 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解决 而且可以快速解决 因为我们 是站在 有道理的一方 我们干嘛要难过呢 干嘛要拿到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我们自己呢 这是我教给你的第一课 知道吗 你一定要开开心心的 过每一天 因为没有第二个今天 明天过完之后 就没有今天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家人们 对我们要开开心心的 不管怎么样 都要开开心心的 家人们 我好担心 这个事情 昨天晚上 一晚上都没睡 你不用担心 另外是这样的 叔叔阿姨 我不仅讲到漂亮 你知道吗 我也做到漂亮 你们可能不知道 知道吗 我已经联系了相关的人 为什么说他离开 反正是好事情 我这样跟你说吧 他离开他人不在这里 我告诉你 我可以通过我的一种方式 你知道吗 把他那一个里面的 那个姿什么产 动了 你们懂我意思吗 听懂的 听懂 懂了吧 懂了 懂了这样吧 你们懂了吗 所以现在你应该开心 叔叔阿姨们 你们应该也要开心 为什么呢 还可以那样子的 对 如果他在这里 还不能那么顺利 而且他不是正常的离开 你们知道吗 跟你们说 现在到处都有那个东西 对不对 他不是正常的离开 他不是正常的离开 所以我想动他的东西 轻而易举 已经动了 知道吗 已经动了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好不好 而且就是这两天 应该明天吧 明天 明天不管任何事情 我今天竟然来了 对不对 我要查清楚 他在国内所有的 懂意思吧 所有的 咱不仅仅是说 把这个事给了解清楚 知道吗 如果你不打他 对不对 七寸 他不知道 所以 我是带着 我是带着结果来的 我是带着结果来的 首先动 第二查 查 他不仅仅只有这一块 因为我刚才来了 也看了 叔叔阿姨们 你们可能不知道 挺大的 文讲实话 这么大的东西 他都舍得 人去楼空 表哥你这样的话 不仅是帮了我 也还帮了很多别人 就是给他那个 对 我要集中所有的力量 全部的人 你们想一下 正不正常 肯定不正常 对不对 这么大的一个 人去楼空 而且 在这么快速的时间 一般的 如果没有提前 他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来的时候 我发现怎么没有人 我还感觉到奇怪 你知道吗 对呀 昨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到这里 今天就只有一个人 在那里看门了 这上面 正常的 能够响应这么快速吗 叔叔阿姨们 你们知道 对不对 怎么可能 所以 如果他不走 他不把这里的人撤走 我还真的拿他 没办法 你知道吗 他现在 不在了 好事 我们应该 竖起大拇指 我们讲 有的时候 你就得让他慌 知道吗 我们不能慌 我们的眼睛 要足够的锐利 让他慌 他慌 必然会露出尾巴 真的吗 对 那就太好了 表哥 太正能量了 对 帅哥姐妹 太正能量了 表哥 太正能量了 对 所以不要怕 你知道吗 包括叔叔阿姨们 你们平常遇到的 很多事情 对吧 不是说我怎么样 因为我可能在这一方面 常年的有这种 有这种 习惯 有这种心理 就有些人 可能遇到一些小事 特别的慌 有些人遇到一些事 一下子就过去了 这个事 它是同样一件事 但是不同的人 表现出不同的感觉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状态 永远不能 把自己的弱的一面 给别人 知道了 对不对 知道 这样 等一会儿你再联系一下 万总 万总 其实叔叔阿姨 现在这样讲吧 我还不太清楚 就是万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但是目前来讲 我对他的感觉还是OK的 懂我意思吧 还是OK的 为什么呢 我们说话做事情 还是我讲的 不看别人说什么 就看别人做什么 对于一个 不是说特别有血缘关系的人 他能够帮一些 而且没有对阿子造成一些影响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我作为表哥的 我应该要感谢他 你知道吗 应该要感谢 知道吧 所以说 叔叔阿姨们 你们要跟着我的节奏 好不好 跟着我的节奏 我们不会放过一个不好的 但是我们也不会冤枉一个 对不对 咱不能含了别人的心 也不能说 对吧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有很多一些不好的话 打在公平上 我们看着 然后就去说别人 这是不行的 你知道吗 在一个不了解别人情况下 千万千万 不要擅自的去发表言论 这也就是我常年的 经常讲的 我们这个行业 一个字都不能错 你说一个字 错了 那可能这个事 就像相反的方向发家 那我就给他发信息吗 让他过来 我想问他一下事 好吧 好 是的叔叔阿姨 我想问他什么事 你们应该猜得到吗 你们猜得到吗 也是你们关心的事 你知道吗 因为阿姨给我讲过 好不好 阿姨给我讲过 嗯 大家吗 嗯 先让他过来 好不好 哎 进来一下吧 万哥 你还在外面吗 哦 对对 好 哎 班总 是 呃 我想问一个事情 表哥您说 真的我真的挺感激的 就是说 你能陪着阿子 叔叔阿姨刚明 也都在说 你辛苦了 你知道吗 你辛苦了 我现在既然来了 就是 这样的 也不用麻烦你了 我看你带了 也很多人 你明天先让他们 先回家 各自也都有家庭的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行 对对对 呃 怎么来讲呢 这个事我近年天到了 呃 咱们一起想办法 把这个事情 随落实出 不需要那么多人 好吗 那么多人反而感觉到 我们在干嘛干嘛一样 啊 是不是叔叔阿姨们 对不对 啊 先让他们先回家 对 啊 然后 呃 呃 万总 你就跟我一起 咱把这个事 呃 相互的 把自己掌握的一些情况 明天 你跟我一起啊 去去看一下怎么做 好不好 光靠我一个人 肯定没有你知道的清楚 好不好 好 表哥 啊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 嗯 阿姊也给我讲了 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说的那个 孔雀石是一个什么情况 是赵总的吗 对 就是他公司的 他昨天说 他不是他一个人的 他说是跟别人合伙的 对他昨天是这样说的 合伙的是吧 对 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没有其他的 只有这些东西在这里 那不应该啊 说说阿姨们 这么大的一个 怎么可能只有这一个呢 你有没有调查过其他的 有没有什么一些 分公司一类的 去调查的吗 呃 再调查 就是还没 还没个结果 不 咱讲话 咱一定要严谨哈 就是调查了就有结果 没调查 就肯定没有结果 好吗 呃 这样吧 明天我们一起好不好 一起 好表哥 啊 然后阿姨也昨天给我讲了说 呃 怎么还在咳嗽呢 啊 一定要爱护好自己身体啊 被子该好 好不好 我昨天晚上就淋雨了 一个是有点感冒 而且我来到别的地方 就有点 老是水土不服 不知道为什么 阿姨 我上网查过 我也听朋友说过 他这个孔雀石是真的 带了就是可以对身体 你怎么还拿那个坏老板的东西过来呢 你看吧 我都说你跟 对不对 你怪怪的 对不对 你现在还拿